根据台东县卫生局统计 本县罹患糖尿病的人口大约1万9千多人 而糖尿病最早影响到的器官就是眼睛 但是病患针对眼睛做检查的观念仍然不普遍 只有不到30%的民众比较积极 为了避免本县长者为眼疾所苦 同时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台东县卫生局属其下乡为糖尿病患者做免费的视力检查 今天来的就是在做糖尿病瘦膜的筛检 就是把所有糖尿病的病人 他一年至少没帮他看一次 其实有的不应该看一次而已 可能每一季就要看一次 可能每个人要看他的程度 看他的厉害影响视力的情况 看他的疾病的进行 不过至少我们一年来这里帮他们看一次 他为什么筛检 有问题的就赶快转诊 那要做些什么检查又做什么治疗 我们都给他在他的转转做一个勾选 让他去转诊的时候 医生很方便知道他是什么问题 一般来说影响视力的主要原因 除了自然老化 再来就是因为慢性疾病 比较常见的就是跟全身疾病有关的 比如说高血压 比如说糖尿病 那以糖尿病来讲 糖尿病时间如果要超过24年25年 那那些病人都会造成 90%以上都会造成 糖尿病视红膜病变 那糖尿病视红膜病变是因为他的血管里面 我们视红膜上面的血管出了问题 他会渗漏 他会出血 他会产生新生血管 他厉害的时候会造成环斑部的水肿 更厉害的时候会造成所谓的糖尿病视红膜病变的 增值性的病变 会造成新生血管 会造成玻璃出血 会造成视红膜玻璃 会造成失明 所以糖尿病本身会有很多病化症 眼睛是其中的一个病化症 不过眼睛最根本的保养方式 除了饮食习惯的配合 另外一定要养成佩戴太阳眼镜 台东花蓮其实端部来讲 我们的紫外线是很强的 不是过量就是危险 像现在就是你看太阳大到 这个人家受不了 皮肤都要晒防晒有 对不对 为什么眼睛不戴太阳眼镜 所以我们一直在送太阳眼镜 我们一直在推广 这些地区 他们中老人以上 其实年轻人就应该戴太阳眼镜 不要以为戴太阳眼镜 是为了漂亮为了耍帅 如今观念要修正 为自己眼睛着想 民众一定要开始养成 不论大小年龄层 平常习惯佩戴太阳眼镜才好 东台新闻旅青采访报导